米洋桌在團體裡面 或是在職場當中 其實他其實有一點點傻 但是又有一點正義感 有時候不關自己的事情 但是看到別人被欺負 他會跳出來 會幫助別人受欺負的人 那麼這個愛術風頭 有時候其實在網路上面 大家其實會對一些事件 發表一些言論 那麼其實我們的網紅圈裡面 有一個網紅兩個字 我不敢講他的名字 他就是 我不敢講他名字 那個人也是施加的那個死對頭 施加哪有死對頭 有 施加沒有死對頭 等一下喔 他把我當死對頭 我不一定有看見他喔 他也在這裡喔 對 對 對 講出來 你講出來 我們講出來 我們會說 誰啊 施加老師 哪些星座的 有鬥魚性格 而且最後成為大銀家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星座部分 有鬥魚的性格 而且最後會成為大銀家的星座 那麼請大家參考 太陽上升月亮 那我們今天兩位來賓 施加的太陽星座是獅子座 那麼上升是處女座 月亮是獅子座 那我們的這個主播呢 是牡羊座 牡羊座 那配上的月亮呢 是雙魚座 我們來看一下 有鬥魚性格的這個星座朋友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上榜 來 第三名呢 是牡羊座 有鬥魚的性格 所以我們的這個主播呢 其實也是一個鬥魚 你不要怕有艾菲爾老師 跟你作伴 但是我是會輸的那一種 這個主播應該是會贏 來 牡羊座的特質呢 我們來看一下 沒事找事呢 而且呢 愛出風頭 牡羊座在團體裡面 或是在職場當中 其實呢 他其實有一點點傻 但是又有一點正義感 有時候呢 不關自己的事情 但是看到別人會被欺負 他會跳出來 會幫助別人受欺負的人 那麼這個愛出風頭 有時候呢 其實在網路上面 大家其實會對一些事件 發表一些言論 那麼其實我們的這個 網紅圈裡面 有一個那個網紅 兩個字我不敢講他的名字 他就是 一鼠辣 我不敢講他的名字 那個人呢 也是施加的那個 那個死對頭 欸 施加哪有死對頭 有 你不要亂講 施加沒有死對頭 好了 等一下喔 他把我當死對頭 我不一定有看見他喔 好 他也在這裡喔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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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出來 你講出來 你講完 你講完 他會不會說 誰啊 兩個字啦 兩個字 兩個字 名字有水 不能再講 他就 好了 牡羊座啦 就是沒事找事 愛出風頭 那有時候呢 他這個一股腦兒覺得說 佔了一些這個名氣 或是這個風頭以後呢 他就會越來越想要鬥下去 所以牡羊座的性格就是如此 來第二名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上升月亮 如果是這個星座 由鬥於性格 天蠍座 你真的 我們都敢搞啊 沒有 我們的皇上不算 但是剛剛主播所說的 那兩位主播都是這個星座 古跟那個 對 都是這個星座 都是天蠍座 天蠍座 然後他是人若犯我必回籍 所以以這個兩個天蠍座 跟牡羊座來鬥的話 其實這個牡羊座 牡羊座要稍微低頭一下 因為對方呢 天蠍座是有仇必報的類型 而且他用法呢 千奇百怪 應該是鬥不贏的 所以我建議牡羊座 要向天蠍座說 不好意思 還好 你有跟我拍謝 你有收到嗎 但是他也沒對我怎樣 是... 好吧 好 來看第一名 這個鬥於性格呢 這個應該是第一名 來 獅子捉拉 嘿嘿 蜜夾了 我喜歡比天蠍座還要用 哪有可能 連天蠍座還要用 對... 獅子座也有鬥於性格 而且是最後大贏家 看一下什麼原因 這個獅子座呢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了 這個有吸引喔 真的 或者就是說你當場 踩了我的毛 或踩了我的尾巴 我不咬你一口沒關係 但是呢 你以後就不要再讓我遇到 或者說我們以後都不要在 同一場再出現 那個放包包的你小心喔 可能三年以後 我不會帶三個去放喔 放三個 所以那個個性上面來講 是... 母羊座天蠍座 獅子座呢 性格上面 其實都有這種鬥於的性格 但是基本上都是與人為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治療當中 有這些星座朋友呢 跟他保持良好關係 千萬不要在他面前 說他的壞話 或者是不要在他背後裡面 搞一些小動作 因為他們會生氣喔 好 以上的評考的參考 每個人都有流年運勢 人一生起起伏伏 對不對 好運氣的時候都很順 運氣不好的時候 什麼都很卡 什麼都會出狀況 私家去年就很卡 卡很大 其實我覺得我人生一直 也都蠻順遂的 也是就是 但是你說人沒有什麼關卡 好像也蠻難的 畢竟就是要來體驗人生 有些關卡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而且可以看清楚 很多人事物 你沒有上坡下坡 你怎麼可以去體驗 那麼多人生 漂亮 但是你最近 如演藝圈 如私家氣場 如此強大的私家 你不要在那邊 去看秀 竟然被網紅給卡位 好大的膽子 我跟你講這個故事 其實很好玩 其實我那個時候 其實覺得蠻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去看品牌的秀 那如果你說你跟設計師認識或什麼 他一定會請你先去試妝fitting 然後穿他們的衣服 對不對 然後去現場 那我們的工作 就是要去給媒體拍照 因為我們要幫他promote他的衣服 所以我們要比別人花多的時間 因為要試妝 還要訂做衣服 所以不是說我們那天到場就好 公關都會說 誰的位置誰的位置 誰的位置這樣 那有些品牌可能會放小名牌 那有些不會 那公關就會你人到 他就帶你進去 那因為那天我們到的時間 我們要先去前面拍照 所以我們拍完了之後 我跟其他幾個女藝人 我們就前面拍完了之後 要回來 那那個女藝人她比我找到 所以她知道我們坐哪裡 一回來的時候她就說 我們位置上面有人 然後我就說 有人不就是規定 誰坐哪兒就坐哪兒這樣 然後那個女藝人就先上前 她說不好意思 這邊是我們的位置這樣 對方就這樣 沒有理會 眼屍衝就對了 我有看到 對 她就是 這樣 然後 那個女藝人傻眼 然後我也傻眼 因為正常人不就會說 不好意思 然後就馬上移位置 都是這樣子的 直接裝作沒有聽見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對看 然後就想說 現在是什麼狀況 然後那個女藝人就是 就是坐在位置上的人 就假裝沒聽見 那個女藝人也傻了 因為她確定我們 就是坐這個位置 然後她正在想要 轉頭去找公關進來 瞧這些事情的時候 暗燈了 哇 又開始了 好啦 那請問 暗燈是要抓頭髮的意思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電影可能會抓頭髮 然後就一陣婚對不對 因為暗燈了 她又不走 我們就只好 隨意坐嘛 對不對 好 來囉 她不是坐一個位置嗎 假設這兩個位置是我們的 她已經坐了一個 我們的位置 我們是兩個人嘛 好 她坐一個位置 對不對 一暗燈 她就把她的包包 放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她一個人坐了兩個位置 所以我跟那個女藝人 兩個人都沒有位置 好大牌喔 她是誰 這麼大牌 敢坐兩個位置 敢坐你們的位置 不是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當她全傻了 你沒有辦法反 因為第一個 沒有遇過這種事 第二個 你沒有辦法想像 人家會做這種事 我們兩個人就只好去坐 這兩個位置 這一排都是人 我們還跟後面 還好後面都認識 不好意思 借我們坐一下 挪一挪 然後你就發現 她坐一個位置 她包包坐位 然後後面擠了一堆人 跟沙丁魚一樣 就一堆女藝人 這樣擠在一起這樣子 她一個人坐在C位 她一個人就C位 然後旁邊包包坐位 然後我們後面擠一群 沙丁魚這樣 好 沒關係 已經秀開始了 人家都走出來了 我們就是要 敬業 趕快拍 這個事情就先不理了 這樣 然後呢 我旁邊的那個女人就說 你這樣要把包包拿走 我們移過去一點 她包包幹嘛放在那裡 這樣因為沒有別人了 這樣 如果是我以前的個性 我一定會說 不好意思 你這個拿看一下 我要做過去 如果是前年你就做了 我不想順她的意 沒有 那時候我還沒出事 沒有 就是 如果是我以前的個性 我一定會覺得說 不要這樣 會不會有一群人 可是我當下就轉念一想說 如果這是你要的 那我就給你 如果你這樣子比較鬆快 好哩 我看你能得什麼好處 給你嘛 我們就這樣下去看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這樣看 因為我也不想跟她計較 因為我覺得我穿很漂亮 我沒有必要為了這種事情生氣 我就在那邊拍拍拍 看看 結果後來呢 這件事情 我們以為就這樣結束了 後來秀看完 設計師打給我 他說不好意思 我聽說你們那天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你們沒有位置做是不是 我說對啊 對啊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後面幾個女藝人 感情很好 我們擠在一起 他說真的很抱歉 因為公關有人 還跟我講這件事情這樣 那個搶你位置的人 他是誰啊 我都沒有聽過他 我說 設計師還問你喔 還問我 然後那我就說 其實沒有關係啦 他可能想要 旁邊不要有別人嘛 他可能想要有他自己的空間 對 然後 但是聖醫師是滿火大的 他就覺得說 很沒有禮貌 那一位坐人家位置的人 他到底是誰 他以為看時裝秀是 高鐵的九十十一 自由坐嗎 隨便坐嗎 他沒有邀請卡 他也不能進去 他可以請他可能應該 一般的貴賓是坐後排吧 我跟另外的女藝人 都是穿設計師的衣服 他不信 對 所以公關一定會希望 我們坐比較前面 我是說你查出是誰了嗎 我們知道他是誰 我們知道 可是我很訝異他會這樣 就是他在我的印象中 不是會做這樣的事情的人 可是他那天是真的 要不是我親眼看到 他裝沒聽見的臉 如果別人跟我講他這樣 我絕對不會相信 也是演藝圈的 他是演藝圈的人 對 同事 現在是網路紅人 還是我們演藝圈的 都算吧 有上節目 因為我覺得 大家出去就是一起 工作的 那本來就是一種 看到開心 互相 你說你包包也要坐這個位置 那也太憤憤 等一下再告訴我們名字 反正不是艾菲爾老師就對了